乘走载轨期间 将实施六次载荷货物汽载舱出舱任务 和两到三次出舱活动 在目前空间站已有的空间碎片防护措施基础上 神州18号航天员乘走将通过出舱活动 对舱外管路、电缆及关键设备 安装碎片防护加固装置 事情开展舱外巡检 进一步保障空间站安全 本次神州18号将上行实验装置及相关样品 将实施国内首次载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 以斑马鱼和金鱼藻为研究对象 载轨建立稳定运行的空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 实现我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 实施国际上首次植物静间干细胞功能载轨研究 揭示植物净化对重力的适应机制 为后续定向设计适应太空环境的空间作物 提供理论支撑 从17号转运到发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